今天是7月24号2020年 我们来到一个就是 我们让他自己讲哈 他喝池水对他什么 来你说 so far我自己本身是有甜料 然后甜都已经很高了 经常是10多 差不多需要13 14这样子啦 so现在喝了过后 so far 有时standard会降到去7 6这样子 你喝了多少天有这样降 因为你本身在那边买仪器对吗 对 所以就一直 你只是喝水 喝了多少天你的甜料有降到去 你说 那时候我 我没记错很像是喝了两个礼拜 哦很好 本来是几多 之前是13-14这样子 多久了你有这个甜料 其实我是两年前有这个 accident过后 我才知道我原来是天生是有甜料病的 哦就是你今年几岁 20多岁 29 29 就是说两年前你27岁才得知你有天生这个糖尿病的位置 因为之前我有去过Body check out 他们是跟我讲我只是不够血 哦 是没有check到我是有甜料 明白 是两年前我accident了过后 啊 因为有风疹那些之类的 so 他们才check到哦原来你天生是有甜料病 so有可能要吃药的打针 是好好 所以目前为止我只是吃药是没有打针的 嗯 后后是喝那个水 嗯 就喝了差不多两个礼拜 就看到降了很多 嗯 嗯 so其实我们已经是之前是已经是喝过了的 嗯 然后现在是因为眼睛有问题了 ok so眼睛已经是出完血了没有变 这个是要开刀 so喝不到那个水也不可以有摸辣 嗯 那个是没有办法的 嗯嗯 所以就是要坚持要太喝池水对吗 是 哦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跟他做太喝池水 今天我们来帮助他卸助他希望他可以喝到很大的改善 加油 哦 因为呃 呃 Y先生让我称呼你不方便让我们适应他的头 所以我们只是以他半生 这个是他的脚 你脚刚才你说你喝的对你脚怎样 嗯 他之前是很黑啦 然后上古那些巴也是黑色的 嗯 然后会脱皮 然后 嗯 就整个脚很黑啦 嗯 所以他现在已经开始脱色了啦 没有讲之前比之前还要 黑更严重更脱皮哦 ok 好 谢谢你告诉我 我都听到了